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紹一種植物 叫做酪梨 各位是不是覺得很耳熟能詳呢 沒錯 這就是我們一般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酪梨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一種張科的植物吧 它是張科的 而樹形呢高大 所以我們稱它叫做橋木 但是你眼前這一顆酪梨 是因為它剛栽植不久 所以才不會長得很高大 但是你這外面呢 可以看見它長得蠻高大的樣子 而它的葉子呢 是長植圓形的 葉蓄護生 它的葉子邊緣是全圓的 而沒有任何的凸起 葉脈呢 羽狀脈 但是你這樣看不出什麼特色吧 你翻過來看到它的葉背 是呈現這種粉綠色 粉白色的感覺 而有那種魚骨頭的感覺 這叫魚骨狀的凸起 而葉餅呢 是很堅硬的 好 它的花呢 是淡綠色的 果實很大 肉質狀的 相信各位都有吃過吧 而它成熟的時候 是呈現黃綠色的 是大家都吃過 它的原產地呢 是在樂代的美洲 台灣呢 也已經把它做為經濟性的 而且還會供人家食用 果肉上富含豐富的油脂 以及維他命 營養價值很高 有人呢把它做為沙拉 也還有做為生食 那你在肚子餓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去冰箱拿酪梨來吃 其實很方便的 而酪梨的品種呢 有分早中晚三種 而早熟品呢 大概在六到八月的時候 可以採收 而中熟品呢 八到十月 晚熟品則比較晚了 大約在十到二月左右 台灣呢 八到九月 是什麼季節呢 是暑假嘛 所以 颱風就在那時間 會相當的多 所以你那個 早熟啊 品種 受到颱風 機會較少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說 早熟品是六到八月嘛 而颱風多在八到九月的時候出現 所以你早熟品受到颱風 危害的機率比較小 但是你為了避免 它的產期過於集中 所以早熟品的總呢 應該要交錯 才會以延長果實 供應期 及穩定市場的價格 這是我今天為各位 介紹的酪梨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